你想说,老师,不对啊,现在的话,因为我只有去执行的话,清除只会清除一个,然后执行的话也只有一个,可是我底下如果全部都要清除的话,那要怎么做,当然你想说,其实清除这个是第四列嘛,那也是依然,那所以哦,当然你会想说,老师,那是不是我这样子,我再来的话,把它贴上之后的话,这边感觉不明,那如果执行的话,这边会变两个的,如果要把它全部清除的话, 哇,坎错向下,总共103,那你岂不是就是一直贴贴贴贴贴贴,贴到103吗,那不是这样,那如果是这样的话,写程式都没有意义了啦,所以哦,特别注意哦,程式里面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叫回圈,这个回圈的话呢,也是程式电脑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特色,就是人最讨厌就重复做,但是电脑却很喜欢,而且是电脑的专长, 你叫他跑一千万次,瞬间完成,有没有,但是人你要叫他跑一千万次哦,做到不知道几何年何月才能做完,不知道,OK,所以哦,以后如果你是重复性的事情,你跟电脑比,绝对会输, 第二个的话呢,电脑可以不用关机,也就是说呢,电脑是7-11,比7-11还厉害,但是人要不要休息,人要休息啊,你工作超过10个小时你就累了吧,回去的话就已经整个泪瘫了,但是电脑不会哦,所以现在当然,为什么要学程式啦, 其实重点就是说,你可以把以前人做的事情,转变让电脑去做,这样的话呢,基本上哦,你会发现效益就很大哦,那什么地方可以这样做,很多只要是重复性的事情,电脑都可以完成,另外现在的电脑也可以接上眼睛,就是 就是computer vision,就是把它加眼睛之后,它就有辨识能力了,你们就像人一样哦,然后再加上AI,其实它基本上真的就可以完缘取代,所以你会像便利商店啦,以后大夜班应该就是用电脑,就是自动结账就好了嘛,对,而且它有辨识能,除非有一些紧急状况,人才需要出现嘛,对不对哦,所以这些都是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的,OK,好,那所以呢, 所以哦,这个地方回圈要怎么回,4到103,所以呢,这边的话,请你再多学一个东西,叫做回圈,很重要哦,这也是电脑最重要的一部分哦,那怎么写回圈,你很简单,第一个叫for回圈,写法固定叫做for,你就打一个fori,i是个变数,这个名称可以自己取,没关系,你取a,取x都可以,等于跟他讲说,哦,你帮我变化一下,它的范围是4, 到103,然后呢,enter两下,打一个nest,意思就是说,它这个i的词,第一次会是4,然后呢,nest跳回去之后的话,它会变5,就是加,nest其实就是nest i,就是加1的意思,帮你加1之后跳回去,变5, 再来就6,一直到103就停止了,那接下来你可以把底下这一行怎么样,放在这里,一般是拖拉上,按个tape键,那tape的话指的是,它在这个回圈里面被迟行,所以记得啊,这边加一个按tape键,让它缩排一下,ok哦,那再来其实只要把一个地方修改一下,就完成了,哪里呢,把这边4,改成这样,改成i不就好了, 这样就搞定了,ok,那意思就是说,反正呢,它就会先4,5,6,7,一直到103,所以执勤的话会怎么样,有没有发现,这个范围的所有的资料都被清空了,有没有,不见了,那再来的话呢,我们就需要怎么把它恢复,恢复怎么恢复,一样的道理,所以上面的话,把它再加一个后回圈,所以for i,有没有,所以把它复制上来好了,enter两下,打一个nest, 然后一样的动作呢,把它怎么样,把它拖拉到这里,然后按个tape键,然后并且把这边改成i就可以了,先改前面好了,那改了之后,下面这个把它再delete掉,好,那当然你现在就可以执行看看,不过你会发现执行之后,不对,这边应该是什么,下一个应该是f4要变f5,g4要变g5,h4要变g5, 要变h5,可是呢,这个地方,这个4,那怎么改,可是特别特别注意一下,我们前面的这个i很好改,为什么,因为这个sales瓜糊的第一个参数,它本来就是放数字了,所以你直接改没关系,因为i是一个数字,4到103的数字, 那可是后面这个是文字,我前面讲过了,文字跟数字完全不一样,你不能够直接把数字就,比如说这个i你想说,老师我知道,把这个4改成i就可以了,你如果这样执行的话,你会发现,它这个公式就整个毁掉了,为什么,因为它看不懂这个fi, 因为你丢一个i进来,它是丢一个文字的i,而不是一个数字i,那我们如果说要把那个数字i放进来的话,那怎么做,这个也是同学最容易有问题的,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卡在这里,如果你要把这个本来的f4改成i的话,那你要切记有几个原则,第一个,必须把这个文字先切开来,那怎么切开来,就是把这个4选起来之后,双一套两个, 那我把它先移开,把它中间空白一键好了,前一个后一个,OK,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吧,然后中间的话要串接,串接还记得吗,and的符号,有没有,那VPA记得,VPA前后一定要也要空白,and前后要空白,这个跟英文的叙述很像,然后呢,空一个空白就可以了,空一个空白,那中间的话你再加一个i就可以了,你要这样串哦, 不过我发现,同学每次都在这个地方就卡很久,OK,懂你的意思吗,我再重点想一下,切开来一定是,这个变成一个字串,对不对,这个也是一个字串,因为双一号开头双一号结束,它是一个文字,就是一串,那如果说你要跟一个文字,跟一个变数串接的话,前后一定要用这个符号, 这个符号叫串接符号,你没有这个串接符号,程式就出错哦,然后再把这个变数放进来就可以了,这样就OK了,不过跟各位讲啦,如果你暂时还是不太懂,或者是不太了解,我建议你先背口诀算了,因为我发现口诀,像我现在也都是口诀,有点像九九成法表一样嘛,你为什么知道九九成法表, 你还去了解理论,没有啦,偏背起来再说啦,以后你用出来就对,那我跟各位讲一个简单的口诀,先选取四双一号两个移到中间,and两个再移到中间,加一个i就可以了,然后把and前后空白,这样就OK了,我再说一次哦,选取四,然后双一号两个移到中间,and两个移到中间,再加一个i, 反正就是双一号两个移到中间,and两个移到中间,再加一个i,然后并且把and的符号呢,把它空格开来,这样就OK了,如果你暂时啦,不太懂的话,你就先背口诀吧,因为之前有同学的状况是这样,他刚开始是太懂,不过他做了几次之后发现,哦,他突然偶一生我就知道了,但是可能是几周之后的课,几周之后,哦,突然他就顿悟了,OK,原来是几周之后的课, 这样,所以这个其实可能暂时先不要纠结,先不求圣洁一下,OK,先大概知道一下,所以有的时候学东西哦,可能太抽象,没关系,你就先知道,然后慢慢慢慢,也许哪一天你就懂了,你不要突然钻牛角尖,不然你可能会当机,可能会烧掉,OK,所以这个地方先跟各位讲一下,这个地方记得哦,i就是这样放,放完之后的话呢,我们再把它执行一下,你会发现呢,他就会 可以按照我们要的结果显示出来,OK,那这个当然这一段程式很重要哦,所以呢,你们可以参考一下那个云端上面的那个,云端白板上面的唯有放,那个最后的完成的程式嘛,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哦,你们先下课休息一下,待会再来看那个后面的部分哦